带刘萌萌来看一下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刘萌萌快看 进去 这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这间房就是我小时候的房间 过来 过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师傅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新疆库尔勒郊区的501厂 当然了 现在这个厂已经荒废了 看一下这边都是一些荒废的房子 那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啊 就是讲述这个501厂 也就是红旗机械制造厂 它的一些历史 然后包括我也是这个501厂的人 就是这个厂 以前是一个军工厂 以前是造枪的 后来改为国企 这个厂的兴衰史 从最鼎盛的时期 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 一个荒废的状态 今天呢 我回来是去探望我的爷爷 今天这个视频 主要是给大家来 介绍一下我的爷爷 就是咱们老一辈建设新疆的人 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经历 我的爷爷是年轻的时候 跟随部队到的这个地方 建设新疆 建设这个501厂 可以说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吧 把毕生的精力 都用在了建设祖国的边疆西北 这样的一个付出 当然了 不止只有我的爷爷奶奶们 还有很多这个厂里很多的老人 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奉献了一身 很多老人啊 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他们 当然了 他们已经不住在这里了 这边所有的人 都搬去了一个新盖的社区 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小区 叫红旗花园 是国家免费的盖的房子 然后大家一起搬搬过去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OK我们到了就是这种楼 我们现在上楼 好了到了 看一下光荣之家 这个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吧 哎哎哎 哈哈 哎 他们在后面 刚好 啊奶奶 刚好 抱上来 这就是这就是我的爷爷 哈哈哈 看一下我奶奶做的什么饭 看一下 做的啥好吃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做了一个 我带的 看那个 带一个拿头 等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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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看一下啊 这是我奶奶的缝纫机 这个 哎叫啥 密封啊密封盘 缝纫机啊 不是蝴蝶盘 我奶奶的缝纫活特别厉害 当年他们来新疆 就是我爷爷是在厂里的运输队 像我奶奶他们属于家属 跟过来以后也没有工作 就靠做一些缝纫活 赚一些钱 但是现在都有退休工资了 就包括我奶奶他们家属 也有退休工资了 就是最后国家有政策 给这他们这些家属 都安排上了退休金 都有退休金 不戴眼镜也能看见吗 这一会儿看见 呵呵呵 房子里有两个电视 这个电视 还有这个电视 他们还是选择看这种 嗯 大头电视 大电视咋不看 你哪里他不愿意看 我哪里他不愿意看 他那个变形了 人变形了 应该一封没封的 呵呵呵 我爷爷刚才翻的这本书看一下 军工情缘 重庆新疆老军工纪念册 这本书就是 讲我们501的一个历史 翻开第一 新疆红旗机器厂 以前我们厂就造这个东西 造这个墙 你这个弄了怎么拿起来 发到网上啊 发到网上 嗯 他放到网上干啥 他给钱 给钱给钱 他之前你们出去玩的 现在都 都有都有 都有钱 看一下啊 卷手语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1964年 我们的父辈们为了祖国的三线建设 从大西南重庆多个军工厂 搬迁到大西北新疆库尔勒 一座建立在戈壁滩上的军工厂 新疆红旗机器厂 父辈们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 满怀乐观向上 和无私奋献的工作热情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成功的试制了第一批7.26毫米半自动步枪 得到国家五级部和上级领导的嘉奖 至此 从父辈们手中生产出一批批合格的军工产品 源源不断的运送出厂 在生产的同时 父辈们也不断改造着生活环境 植树造林 开垦荒地 建设家园 让往日荒凉的戈壁滩变成了厂房林立 机器轰鸣 绿树成荫的一座初具规模的军工企业 当年机器轰鸣的厂房 绿树成荫的参天大树 随着时间的变迁 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留下了曾经辉煌的岁月 见证了新疆红旗机械厂 501的兴旺和衰败 那是父辈们用青春热血和奋斗铸就的军工史 父辈们的无私奋献 现青春 现终生 有些父辈们长眠在戈壁沙滩上 他们永远守望着用青春和热血奋斗过的地方 是父辈们奋斗和执着的精神感染着我们红旗后代 为了记住父辈们的这一段历史 为了当年从重庆多个军工厂 296旺江厂等搬迁到新疆红旗机器厂的父辈们 制作一本浓缩的影像画册 通过画册的照片 我们清晰的看到父辈们当年的风采 画册展现父辈们在新疆红旗机械厂工作的身影 看到当时艰苦的工作环境 画册中有父辈们与孩子们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情景 有调离的老同事多年后相聚的欢乐场面 画册中主人公跨越了大半个世纪浓缩了父辈们的身影 这是我们红旗后代对建在父辈们的崇高敬意 也是对已故父辈们的无限怀念 仅以此画册献给为国防军工事业奋斗的父辈们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顾红霞 他现在在四川绵阳 这是2018年写的 这本书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历史的书 全部都是一些就是相册吧 一些老照片 然后这本书的制作呢 比较有意思就是 它是通过捐款的方式制作的 这里列着有捐款的人 这本书是你买不到的啊 只有内部才有 我们来个房子都没有 就拿个帐篷来 拿个帐篷来 住这个老姓那个 住这个男房子里面 当时来的时候非常艰苦的条件 62年到新疆了吧 62年到新疆 那就是58年 来新疆58年了 是吧 来新疆58年了 留任的42月份 不对 你出了点到新疆来的 我也老家是重庆啊 大家可以听一下 来新疆已经都58年了 现在还说的是重庆话 我只能听懂 但是我不会说 有多少年没有回重庆 91年回了一趟家 91年回了一趟家 5年 那差不多有29年 29年没有去过重庆 开饭了开饭了看一下 美食 我奶奶做的美食 这还有鱼 好了我们要开饭了 我们要开饭了 开饭 我们要开饭了 嗯 嗯 嗯 因为今年过年疫情的原因呢 然后我也一直没有回来 刚好现在疫情没有那么严重了 就过来转一圈 那我们现在就开动 吃饭 当了警察了 当了警察了 嗯 原来是公安部队 公安部队嘛 以后那个政编 政编上警察武警 那是光是一个盾牌 这都是退屋了 退屋了以后 六二年有 有有有有有 改建成国防部队 到那个 到那个东南远海 那东南远海 去下福江泽市来 六二年 待了待了几个月 到湖北 湖北需要个体 回来以后又到新疆来了 那新疆不是那个 印度中英编辑吧 是法议长吧 把我们调到新疆来 这是武警部队来的时候 就是职业了 这东南远海 我们说 武警部队就是职业兵了 这个是结婚照吗 那个 这个啊 嗯 这啥时候拍的 六二年 六二年 那我奶奶六二年跟着过来了吗 还是 六六年才到 六六年才来的 就是到了五零一之后 我奶奶才来 哎哎 九十 九十等包 把户口 哦 能拌户口了 哎 就得 就得特地来 要得不如不去吧 还有一号拌户口 现在老家没户口吗 有啊 有的落户口 哦 落城市户口 开始在机动口 机动口需要个发动机 才发电 天明管送点以后 才开机停下来 我叫他车里去了 哦 车里 车里修车 休息点以后就开车了 一直在退休 那会儿能开车的话算是很厉害了 算好味好味吃好味吃 那会比较灵魂一点 不像这车一样白板 很有粗心 车队当时开的是那种老解放 嗯 那种非常老的解放卡车 我小的时候我还坐过 你没有那个解放车的照片了吗 没有了 你没有拍过吗 没有 摸摸太爷爷的胡子 你看太爷爷的眉毛都变成白色的吧 嗯 你摸一下 看奶奶在这 好好好 走了 好 ok 那这就是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 然后给大家讲述了一下 我们新疆的历史吧 算是 我们新疆人口有2000多万啊 可能有一半的人口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大家都是来新疆 呃参加建设呀 支援西部呀 都是抱着这样的目的过来的吧 可能早些年过来 叫做支援新疆建设边疆 近些年大家过来的人 可能都是为了寻找一些机会呀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我们新疆这边还在开发当中 然后也是有很多的机会 不是说这边就是荒漠呀 就很偏呀 其实也不是的 机会也是有很多的 然后就是咱们老一辈的这些人 像我的爷爷啊 他们真的是来新疆的时候非常的苦 在这奉献了一生 应该向他们学习 向他们致敬 不光是我的爷爷奶奶啊 我相信在新疆有很多这样的人 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西部 这些人真的值得我们尊敬 值得我们学习 啊最近也有很多人私信我 问我落户新疆啊 很多政策 因为我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 就是你落户新疆 给你各种好政策 房子有补贴 然后里面要拍工作 然后就有很多人问我 因为首先我不是生活在兵团的人 我是生活在地方城市里面 所以我对那方面的政策 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方面的政策确实是有 有机会等我去到那些地方 我给大家拍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你牵过来以后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新疆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会有这样的政策 给你这样的政策的地方 肯定是条件会比较艰苦 需要你去建设它的一些地方 我们城市里大城市 肯定没有这样的政策 对不对 好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 评论留言弹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